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110年花莲县第12届新春杯慢速垒球锦标赛 12号开始是在国福棒垒球场盛大的展开 有来自各县市的38支队伍前来共襄胜举以球会友 县长徐真为其勉运运动员能够在赛事场上 以最佳的实力来展现 开幕电影当中 现场徐真为除了支持赛棒球给各位球队之外 并且受要为开球赛事来加码 新银接到现场徐真为集出10球的10名累球选手 也获得红包奖金 只见着现场不能一挥 伴随着响亮的打击声 每球皆打得有精有力 选手们更纷纷抢着接补 只希望在新春的开球当中能够接到球 为后续的比赛带来好彩头 三 二 一 第四球请投出 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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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球场以外 在三名国中也有夜间球场 现在我们的平和国中也是一个重点的夜间球场 在前年我们办的全民运 也把我们这边增加了两个夜间球场 那今年我们办全中运 所以各个22个场馆也把它做得更好 成为国际标准的赛场 所以未来花莲 这个我们的体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是观光结合体育 我们未来的愿景希望能够盖我们的自行车国际的赛场 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评估规划中 或许会在北埔有一个我们国际赛的自行车的赛场 所以在这里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新年快乐 也希望大家打得开心 打得愉快 今天能轰出非常非常多的红不乱 祝大家谢谢 欢迎订阅订阅 欢迎订阅订阅 接到开球十名选手们 以及各位代表的合影留念 为锦标赛揭开精彩的序幕 期末运运动员能够在赛事获得亮亮的成绩 现任魏家宴 迪布斯以赖吴东森 也出席了这项赛事 同时也为每一位选手们来加油打气 记得请订阅 欢迎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